度假屋到底赚不赚钱? 答案是如果自己预定赚钱 交给管理公司呢 那就要打上大一个大的问号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? 原因有两个 因为负责预定的工作人员 基本都没有建过房屋 当客户问到问题的时候 都是一问三不知的状态 也不能根据季节的变化 对价格进行及时调整 比如说淡季价格低一点 旺季价格高一些 不能及时回复问题 价格也不能根据市场的波动 有变化导致的就是差评 那如果自己进行预定的话 可以及时回答客户的问题 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并可以根据 自己的变化调认价格 只要您有一台手机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进行预定 在管理上您可以找一个 当地的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像在奥兰多这样的城市 管理预定是分开的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达到 预期的收益效果 中文字幕——YK